在開始之前一樣,我們會看看我們的結果,跟著我們再分拍去做 我們一開始看到的Start Menu這個位置,我們固然是會組裝 另外你把麥克風放在Windows那裡,你會見到它會有反應 我按它可以閉上Start Menu,我再按一次它會彈出來 我們也會做這個部分,OK 然後後面我們就會見到有一個Browse Windows 中間一個簡單的網頁,有一個Menu,然後有個圖,然後有些字 你看到我可以選擇它的意思就是我們一樣是用網頁的方法 用CSS的方法把它組裝出來,而不是一張圖搭上去 所以這兩個部分就是我們想去試一試 就是一個比較規則的GridLayout和一個沒那麼規則 你好像看不到一格格的GridLayout,這兩件事我們都會試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我給了你們的Files 絕大部分的已經幫你組裝好了,你看到 除了這個Start Menu這格格還沒組裝,其實它的東西都已經在面上了 你看到字已經彈在那裡,只不過它還沒調適尺寸 還有Dravascript的互動部分我們還沒做,所以按它沒反應 然後後面的Browse Windows都放好了位置,組裝中間的context就可以了 OK,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Lab 那你一開始先搞定這個Start Menu和Word Paper先 Word Paper就是一幅圖很簡單的,對吧 另外就是我們看看這裡的字好像都OK 但是如果你按下去,你會發現其實是一幅圖 其實這個Start Menu一半是一個劇圖 所以你看到這裡我們自己打進去的字,你看到它用了Default網站字形 所以你看到它不同,所以我們先setup這兩樣東西 以下是一節溫馨提示 你可以用任何Code Editor去完成這個練習 這段影片裡面我用的是Viso Studio Code 下面Description有相關連結 但Code打得快是因為用了AutoComplete 你可以在你用的Code Editor撞回相關的Plotin就可以一樣快 相關連結都是Description 不知道為什麼證益都有問題 可以用browser的Inspector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任何新的瀏覽器都可以Right click選Inspect Elements檢查元素打開 如果你用Safari就要開買Developer Menu才看到 開了之後只需要駁著線,連iPhone開的網頁都可以在電腦裡Inspect 提示暫時到這裡 好,在後面的位置我已經開好了Viso Studio Code 亦都打開了我給你的Student Files 結構其實是一樣的,都是Index、Sss 我們先打開style.sss這個Files OK,我們現在先設置它的字形 字形其實我就放在你們的Download Folder 裡面的Fonts Folder裡面的字形Files 其實你只需要把它Add進去Sss 就可以變成一個WedFonts OK,所以我首先在最頂的位置,我們一樣用AddFontface 這個AddRoot去Define我們這個字形 用它的時候我們要用個名字 雖然這個字形如果用Windows機的話它已經有 但我們也要重新去Define一個 所以我就要用FontFamily去改名字 其實我一樣用它原本的名字 Sigle UI Sigle UI 然後因為空格UI其實就是Default 就是Windows的名字 所以我中間的Hyphen 叫做不同 OK,好 然後用Src去找回它的字形的Source 就可以了 一樣現在我們在CSS Folder裡面的Start 點CSS 這次的字形檔案在出一層 然後再進去Fonts裡面的Files 所以我們一樣用URL去連結它 跟著我們就用點點斜 出一層 跟著Fonts 跟著再一斜進去 那就是用回TTF的字形檔案 那當然一樣 那你不同的browser 其實support那個format不一樣 那你可以set多幾個 如果你有的話 OK 好,那或者你說我不夠清晰 或是用字形檔案 我想很清楚的identify它 字形的格式 可以的 你其實只需要在URL之後 然後再用一個叫做format的打法 那跟著在裡面填回它現在的字的類型就可以了 那這個TTF的檔案是TrueType來的 那所以TrueType來的 那所以TrueType來的 那讓你的browser很清楚知道 這個TrueType的字形檔案 那它support就用不support就不要用了 那這個呢就是setup它的字形的定義 那跟著滑下去Body的位置 那我們一樣要用回FordFamily 那跟著去call這隻字形的 那S-E-G-O-E 那跟著-UI 那一定要打回我們改那個名字 那它才會用到我們那隻字形的 OK 那這個呢就是setup的字形了 那我Save它 如果這裏Refresh 你見到這個字變了少少了 那跟隔壁那個音樂一樣了 好 那下一步就是setup我們的Wallpaper 那Wallpaper很簡單的 我只可以在body那裏set 那樣是不是 因為那個bodyHTML最外層 它是100%100%的高度寬度 那跟著body都是 它的margin padding 設定了做零 其實它們兩個是一樣尺寸的了 正常來講 那所以呢 我可以直接在body那裡setup 它的background image 那我一樣啦 background image OK 那跟著一樣是URL 那跟著呢就找回那個file 那它在images裡面的 那所以我會先出一層 再出回去root 跟著呢我們就再進去images 那跟著呢 再扯 那裡面有很多圖的 那大部分都是start menu的圖 那背景的圖叫做什麼呢 叫做windowssubhero.jpg 那你選回它就可以了 那最後補回一個funnel給它 那你save啦 那你過去看一下 那它拌了一張圖 但是有一點問題 就是因為它沒有置中 還有那個size呢 就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不像你一個真正的電腦 你看我弄完這個 你看著後面 我縮小的menu來看一下 OK 它會放正在中間的 還有它會跟著我們那個網站去resize 那所以我們set多一點東西給它 那令到它沒有這樣 只是黏在角色 那就是你set完backgroundimage之後呢 那我們可以set叫做什麼 backgroundsize的 size在底 OK 那我就set什麼呢 set它叫cover 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它會跟回我們現在那個hml elements的size 然後它就會按比例和我們填滿它 那很方便我們去做一些網站主頁 一開始那些大banner 那你將筒和你調適的size 沒有問題 那如果不是的 那你也可以叫css幫我們計算 那所以你去看一下那個效果 reflash它 那你就會看到它那個windows 好像疑似中了一點 那它懂得去填滿我們的空間 但是呢 有時候動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也會爆出來 你會看到windows越來越爆開 那所以我會加多最後一個屬性 就是將它的background position 我們盡量把它 就是fit size之外 你都幫我置中 那所以你set background position 你看到可以XY分可以set 那也都一起set都可以 那我叫它做center 然後save它 然後你resize它 那你看到你動的時候 它盡量都會幫我們置中買 那這樣就沒有那麼容易 將windows logo走出來 那這個一個最好的效果 OK 好那我們搞定的wallpaper和字形 好跟著呢就組裝這些tiles OK我現在看一下組裝完之後的樣子 會是怎樣 那這個screen呢 就是我在做完那個網站那裡 跟著用firefox的inspector 去看看它那些grid 怎樣排位的 那很方便 那它打動有多少動呢 就有1 2 3 4 5 6 6個column 6個打動 那是它的線來的 那就是頭尾 所以就會多了1 就會是1到7條線 那麼夾著6個column 然後打橫呢 就是1到10 那麼多條線 所以夾著是9個roll來的 9個橫牌 那麼每一個橫牌之間 你見到有少少隙的 OK 還有每一格 絕大部分都是正方形的 除了第一橫 第一橫牌 那麼它因為它擺字 所以就會矮一點 那麼我們就把這個setup 放進去我們的css那裡先 這樣OK 那我們就去回我們的css code 然後滾下去 滾到這個位 對啦 start menu grid 那這個呢 其實就exactly 就是你的start menu 按錯 再錄上去先 好 就是你的start menu 黑色這個位來的 那麼其他的size setting 我設好了 那麼我們就要set它 做一個grid的container 去開始 那麼的set法很簡單 就是我們的display OK 就grid 那麼它就會變成一個gridcontainer 這樣 OK 那麼我們要set那些 打橫打直的線 那你用什麼去set呢 就用template column 和template row 所以我們就會打grid的 hyphen 然後template columns 這樣 然後colum 記得打凍那些 我們有六個打凍 這樣每一個的size 是48 那所以呢 我就會打六次48 又可以 又或者我們用repeat r e p a t 這樣 然後你一開始打六 重複六次 跟著豆腔 跟著48個px 這樣 那它就會將48個px這個字repeat六次 這樣 然後我save它 然後再打橫 就一樣 grid的template rows這樣 那跟著 這次不可以直接repeat 因為我剛才說我第一 橫排是矮一點的 那橫排是35個px而已 這樣 ok 然後後面那八個就可以repeat 這樣 8 然後就八個 然後一樣 正方形 所以48個px 這樣 好 然後中間有少少縫位的 剛才我們看到的圖 所以我們會用grid的gip grid和grid之間的空間 我們設定它是四個px 這樣 我們設定好剛才我們那個的layout 那你過去看一看 你的網站看到它一格格這樣排好出來 上次這樣排 我們還沒定義它的位置 那它就一人一格 那我們現在就看看它究竟每一格佔多少 我們再看這個slider show 好 我們會看到一開始apps這個是第一格 那它是一個標題來的 雖然它現在沒有底色在幫我們看 但也會猜到它應該整個橫排都是它 因為有時候你的字可以長一點 那它就應該要遇到一些位置給它 那所以它打橫column的空間會由第一條線 八至五到七條線 是不是比進它 然後road的位置它就會由第一條打橫的線 佔到下面第二條線 因為下面那些就不關的事了 所以它只是佔到頭的road OK 那我將這個打入我們的code 為了方便大家看 那我也拉回這幅圖 好 放在這個位置 好 那我們現在先去找一些csscode 先錄下去 你會見到下面這裏 第四個step 這些就是它的格格的box 那一開始 grip title就是這個apps這個位置 OK 那我們先在這裏 打我們它佔的空間 那一開始我們先打橫先 打橫由第一條線去到第七條線 那所以我們會打grid的column OK 那是第一條線 然後斜去到第七條線 OK 那跟著打直 那就是第一條線去到第二條線 佔第一個橫牌 那所以就grid的road 那就是第一條線 一斜去到第二條線 然後分號save 這樣 看一下 是不是 它立刻彈了其他 因為它霸了第一排 好 那這個就是第一塊 那然後我們再滾下去 第二塊就是我們的xbox 這樣 OK xbox 這樣就打橫先 是不是 第一條線黏著的 然後就打橫伸伸伸伸 伸到第五條線 是不是 那所以我就會打 grid的column先 第一條線去到第五條線 是不是 OK 那跟著打直 那第二條線這個位 是不是 開始數了 去第三四五六 去到第六 二去到六 那所以它那個gridroad 就會是二去到六 那跟著分號save 然後看一下是不是對 好 適合 其他都排在旁邊 尺寸都OK 其實 好 那跟著繼續下去 逐個逐個去看 那跟著數到the edge 那個icon 那edge那個icon 那edge那個icon 那一樣 我們先grid先 的column 那 第五去到第七 是不是 這裡去到這裡 第五去到第七 好 跟著就一樣 grid的 roll 那第二去到第四 第二去到第四 分號save 看一看 對了 edge 對 好 跟著繼續數下去 store store這個位置 那它那個 角 動呢 就是column一樣的 五到七一樣 那我copy and paste 跟著就grid的roll 好 第幾多呢 第四 跟著去到第六 那第四去到第六 save 跟著過去 好 OK 跟著組裝最後一個 四個 calendar calendar小粒些 的 是不是 calendar小粒些 那樣 grid的column 就第一去到第二 一去到第二 一去到二 跟著grid的roll呢 就第六去到第七 六到七 跟著mail 再打完再看 mail呢 二去到三 的column 二去到三 跟著 打直是 七 這裡七 去到第八 七 去到八 好 跟著movies and tv 這個 那column呢 就第三 第三 去到第七 跟著 打橫呢 就六 去到八 六 去到八 好 跟著 最後 photos grid 的column 就 一 去到五 跟著 打橫是八 去到 十 ok 跟著 ro 八 去到十 ok 分好 好 然後refresh一下 那你就見到 它組成對了 跟我們那個 結果是 一模一樣 ok 那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Windowsup的grid start menu 組成 這個第一個組成 這個 這個 就是 改名的方法 但是 小小的 才能看完 回到這裡 好 那我就 用grid area 將每一個area 都改好名字 一樣叫做title edge store calendar 跟著 我就用 這個template area 的方法 將它 這樣打下去 你想試的話 你就自己comment 剛才我們打過一些 跟著看一下這個效果 你覺得 這樣打快 還是好像上面 打快 你看到其實都幾亂 所以 一些複雜的grid layout 我們都不recommend 你用area 雖然其實你這樣看下去 你組成很整齊的話 其實都幾 易看 你中間不要用space 去隔 你用tap去隔 其實都ok 你會猜到 Xbox都幾大 然後edge 就小一點 然後 這些當然 小一點 你會visualize 到size 但是都比較嫩 這些你都可以去study 這個 我們就搞定了 start menu的grid layou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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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